今天上午,市长曾锋宝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抓好老区苏区振兴发展,推进城乡建设,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等工作。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区苏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全省推动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发展工作会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和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 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抓好老区苏区振兴发展工作。 要赤透精神,用好用足支持政策。 城海区、朝阳区、朝南区作为老区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加快补齐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欠账,加快推进高铁、高速公路、港行、能源、水利、环保、信息网络等建设,不断改善老区苏区发展条件。 市值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老区苏区的服务,指导做好政策适用,做好向上级的沟通汇报。 要进一步激发老区苏区内生动力,围绕工业历势、产业强势,狠抓产业建设,抓好抓实工改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用好水田肯造、拆旧富肯等政策,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用好深圳汕头深度协作和深圳对口帮扶池头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引进优质项目,培育骨干企业。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就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科学绿化、防止大拆大建等工作专门做出规定,提出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要积极主动将文件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细化分工责任,结合我是实际进一步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要继续推进8个EP项目建设和小公园开股区的修复改造、保护更新,积极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造文旅融合的活力城市。 要找准内涝问题根源,应递质疑选择适用的治理措施,系统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要认真开展国土绿化工作,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会议研究我是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建设工作,强调政务服务能力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 要坚持百姓情怀,深入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全面推进我是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边力化建设,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加快实现政务服务快办、好办、易办。 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其他事项。 近年来,我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汕头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的政策优势,推进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和综合保税区等重大平台建设,复制推广自贸区改革创新经验,谋划建设广东自贸区联动发展区, 打造省域副中心跨境电商发展新高地。 目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我是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台。 这里是位于豪江区城区的一家母音店,那么最近这里上架了一些进口品牌的奶粉,那么跟其他奶粉不一样的是呢,这些都是通过跨境电商保税模式进口的奶粉, 那么消费者来到店里,只要用手机扫一扫这里的二维码,就可以立即在线上下单购买。 那么商品也立即从汕头中保区快递配送到消费者的家中,那么可以说跨境电商这种消费模式已经走进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物流配送,这就是在汕头综合保税区落地实施的跨境电商销售新模式。 作为常先者,是启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今年上半年入驻综合保税区。 企业从德国、爱尔兰等地采购母婴产品,通过本地母婴店推广销售。 近三个月来,累计销售额已达数千万元。 早期我们这种O2O模式在汕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算是首家。 当地的政府、海关也很大力地支持我们这项企业的电商的工作。 现在来说线上线下,线下的话基本上在800家左右,我们未来也会达到1000家,今年内也达到1000家。 我觉得说这种模式的话,相对于门店来说,客户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它可以轻市场运营,其实这种是一种多方的共赢的模式。 后面越做的话,可能越来越强大。 跨境电商加保税实体,则是另外一种迅速发展的跨境电商新模式。 这种前店后仓的模式,既可以通过1210跨境电商网购保税方式进货,降低商品成本,又保留传统超市的实货体验。 这家商店就采用这一模式经营。 生意红火,店里销售的商品品类也从最初的200个增加到如今的1000个。 有了这个保税的实体,它可以在现场看,看完之后它就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去下单。 那我们未来的计划还会在汕头部更多的点。 如今,综合保税区已打造汕头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新样板、新标杆为目标。 在发展跨境电商产业的同时,提出五个突破一个最优的发展思路, 即突破产业结构、经济总量、发展空间、业态模式和趋正港关联动,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目前我们正在与菜鸟、淘宝一号舱等平台在洽堂, 争取引进一批实力雄厚、流量较大的平台来落地, 进一步带动中保区的人流、物流、数据流的提升, 把中保区打造成为越东跨境电商的物流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 汕头海关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政策优势, 创新海关监管模式、优化通关作业流程、 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通过复制推广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 优化市场采购贸易全国通关一体化监管模式等措施, 持续放大政策红利,促进新业态业务大幅增长, 有力推动汕头贸易高质量发展。 我市还将跨境电商中市区作为发力点, 在跨境电商立法,加快两平台六体系建设, 培育壮大本地跨境电商主体等方面, 推出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 今年1-8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210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8.8倍。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是发展速度最快、 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态。 接下来,汕头的商务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律事和产业强势之路, 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 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和跨境物流等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外贸数字化转型,放大四点释放效应。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即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的贯彻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启黄主持会议, 副主任林平、杜淮丹、吴建燕、陈向光、 秘书长李绿岸出席会议,并做学习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总书记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创造两大奇迹, 提供重要制度保障、重要论述精神, 坚定制度自信,做人大制度的维护者、实践者。 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民主的论述精神, 精准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自觉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者、推动者,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对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 自觉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践者、推动者。 会议要求,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认真领会和落实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点任务, 谋划好下来的立法, 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 更好地将工业律师、产业强势的工作理念落实到立法工作中来,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丰富拓展人大工作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 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助力善投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把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作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根本遵循。 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 要把学习贯彻工作与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不断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要组织专题学习, 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核心要义,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今天上午, 我是召开市政协换届人士工作会议, 市领导张力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做好政协换届人士工作, 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本要求。 是为我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事业 持续发展、搭好班、选好人的重要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以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 切实把政协换届人士安排工作组织好, 确保换届工作平稳顺利推进。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赤透市委 关于政协换届人士安排工作文件精神, 明确工作要求掌握政策规定, 严格工作程序, 切实把换届工作做深、做实、做细做到位。 要充分发挥同览全局, 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认真把好政协委员人选推荐提名的政治观、 素质观和结构观。 把具备坚定政治立场和良好思想素质, 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履职意愿的代表性人选, 推荐到市政协中来。 要严明换届纪律, 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加强监督检查, 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 对违法违纪行为要坚决做到零容忍, 营造风轻气正的换届环境。 朝阳区金浦街道三宝社区, 豪江区滨海街道东龙社区, 在实施乡村振兴中, 致力美化人居环境, 完善公共设施, 为群众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也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如今,环境美了, 收入增加了, 也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 看得见的平安, 摸得着的幸福。 这里是朝阳区金浦街道的三宝社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社区的绿地公园, 近年来, 这片近十亩的土地实现了 从荒地到绿地的华丽转变, 为村民们描绘出了一幅乡村幸福生活的新画卷。 此前,因为一些道路通行条件较差, 群众存在出行难问题, 三宝社区积极发动乡闲, 捐资支持家乡道路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 三宝社区还筹措资金, 对建成六十多年的三宝小学旧校社进行改造修缮。 三宝社区原先有约八千平方米的老寨区, 一百多座老宅,其中近一半倒塌或变成微房。 今年六月份, 社区启动老寨区改造, 对老寨区进行合拆合建, 得到超过99%的户主签约支持。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推进, 三宝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先后被评为省六好平安和谐社区, 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我们将坚持民生五小事, 单日是单日半, 聚焦居民群政的极难筹判问题, 不断完善提升村人村贸, 提升人积环境自恋, 让机制在三宝社区的居民更幸福, 更满意。 豪江区滨海街道东拢社区, 则通过盘活土地资源, 建设生态园, 完善公共设施, 鼓励社区居民发展休闲旅游业。 近期, 社区的池塘边就建成了七座高角小木屋, 呈现一幅田园风光。 社区居民陈成全种了大半辈子田, 如今已转型成为生态园经营者。 以前的村找到晚, 就是整天在厂里面干活, 现在又不用在厂里面干那么多的时间, 主要的就是择泰游客来参观我们的生态园。 生态园是东拢社区利用省扶持集体资金和乡闲投资建设的, 项目上单资平台交易后, 由陈成全和毗邻社区的居民共同租赁经营。 陈成全精心半量生态园, 每天都为幸福新生活忙碌着。 政府对我们村里面是从一个美丽相抓, 我们有这个信心把家乡的东龙的阳光生态园搞好, 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 一天比一天幸福。 随着乡村振兴实施, 东龙社区集约利用土地建设了生态园、 佛首产业园、农家乐等项目, 还精心布置乡村强化、 池塘古树、景观小品, 构成了一副兼具时尚创意 和嘲讽雅运的美丽乡村图景, 助推村居农旅融合发展。 这些项目都有一个主题, 就是以农旅结合, 做好这个服务业, 村民经济收入一步一步的增加了, 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近期,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我为群众办实施重点民生项目责任单位 办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指导, 确保我为群众办实施重点民生项目落到实处。 在市残联, 雕研组通过现场检查查阅资料等方式, 了解重点民生项目完成情况, 并提出指导意见。 今年,市残联开展关爱残疾人专项行动, 关爱精神病人行动, 为特教学校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等项目, 列入我为群众办实施重点民生项目。 截至8月底, 这三个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约80%, 可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 其中, 开展关爱残疾人专项行动, 已实施守护天使救助项目。 对本市200户18周岁以下的单亲试青家庭残障少年儿童 给予生活补助, 至8月底, 已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4000多例。 截至9月15日, 为近千名有需要的残疾人免费适配辅助器具近1500件。 截至8月底, 为困难重性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医疗救助2700多人次。 此外, 全面实施为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提供免费午餐项目。 上半年共投入资金约30万元, 受助残疾学生340人。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施实践活动中, 市工信局加快推进汕头5G产业园区建设、 京东街道通信线路整治等13项重点名声实施, 解决企业和群众的繁星事。 调研组到京东街道玫瑰园社区实地查看通信线路整治情况。 目前,市工信局已牵头完成北敦、玫瑰园等6个社区110处点位的线路规整。 主要是对老旧小区户外线浪、滴水松散、 撕拉乱接现象进行规整, 推动线浪、规整、有序、安全牢固、美光协调。 下来,还有11个市区预计明年2月底完成。 接下来,市工信局将集中出台一批推动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的政策举措, 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应招, 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在市交警支队高速大队、调研组详细了解 优化交通管理和便民措施实施情况。 为解决群众日常出行中的极难筹判问题, 市交警支队增设业务窗口, 开放省外居民凭居住证回职办理小型汽车 注册登记转移,将进口车注册登记业务 下放潮南、潮阳、城海等地车管部门 提升业务受理能力。 还在窗口单位开展周六不打样服务活动。 同时在多个路段增设积飞分离隔离栏,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市交警支队表示, 接下来将持续抓好民生实施的落实建校, 提高群众对公安交管工作的满意度。 调研组还到城海区调研, 当时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城海区扎实推进128项区级重点民生项目取得成效, 内容涉及群众出行、停车、入学、饮水和村居环境等。 近日,市委老干部局市老龄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联合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 西洋红盛世欢书画展, 展出书法及国画作品120多件, 展示盛世中国时代风貌, 体现老干部们与时俱进不忘初心的爱党爱国情怀。 老领导林兴盛、黄俊潮、洪奇卢、谢惠鹏等观看了书画展。 近日,第六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广东省演讲比赛决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 山头市龙湖实验中学学生谢玉涵获初中组第一名。 在主题演讲中,谢玉涵以宪法引领,抗击疫情为主题, 结合生活实际,阐述自己对宪法的认知和尊崇。 在命题演讲中,则以三拍政策和影片长津湖为切入点, 结合宪法理论和精神要义,开展演讲。 然后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通过身边的例子, 让我真的是感受到,宪法它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的, 让我们做宪法的守护者,做宪法的践行者。 宪法呢,本身是一个主题,比较宏观的, 所以选择一些比较贴近他自己学生生活和时事热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